说到董洁这位女孩 想到的就是曾经在电视剧《金粉世家》 让陈坤和董洁两人走到许多人的印象里 在剧中两人相爱却终极没有长相私生 却成为许多观众影像里的遗憾 昨日董洁的一条微博 陈坤在微博下甜蜜评论 让网友看出了一些端倪 前不久陈坤发了条微博 倒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在微博上直言 董洁是我的 网友分分留言 金燕熙和冷清秋本来就是一对 本来以为两人只是单纯的合作关系 然而这些年 陈坤一直都是和董洁的关系很好 其实在董洁互助之后 陈坤一直都是在那个背后默默支持董洁的人 他们在金粉世家 陈坤凭借着金看的演技和出众的外表 在电影圈闯出了一片天 成为了终生代的佼佼者 而董洁也因为结婚 渐渐失去了人气 不过两人的感情却没有因此疏远 2012年 董洁与潘月明的离婚震惊了娱乐圈 甚至还传出了 董洁婚内出轨王大志的消息 一时之间 董洁的声誉降到了低谷 曾经的青春女神居然婚内出轨 这样的骂声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停歇 不过 陈坤在董洁最需要的时候 依然支持董洁 每年的生日 陈坤都会为董洁送上祝福 这让网友开始怀疑这段真挚的友情了 不少网友喊话 希望两人在一起 一个单身父亲 一个单身母亲 难免会让人想要去撮合 14年过去了 然而这次陈坤没有选择等待 而是主动出击了 发气表白 让网友大赞 你希望他们在一起吗